焦点5 我们介绍水分和养分的运输方式 那我们先来谈水分的运输 水分运输牵涉到木质部 那木质部里面有两种主要的运输构造 包括导管和甲导管 那导管甲导管都是后臂的死细胞 他们都是有运输功能的 所以分类上是属于疏导组织 那我们先看左边 左边图这是导管 那导管你会发现上方跟下方的细胞壁完全消失 那水分 这导管就可以上下串接 引导水分不断的往上运输 那导管 右边这个是甲导管 你发现甲导管他上方跟下方的细胞壁并没有完全消失 所以他外形是两端间隙 左边的是导管右边是甲导管 那这都是在木质部里面的运输构造 那导管甲导管他细胞壁都有增厚的情况 但是有些地方细胞壁比较薄就形成了壁孔 所谓的壁孔只是细胞壁比较薄的地方 所以水分就可以做横向运输 但是我们发现导管甲导管表面上都有各种特殊的花纹 那这花纹其实是来自于细胞壁 不均匀增厚所造成的 那不管是 导管还是甲导管都有壁孔 那这壁孔只是细胞壁比较薄的地方 方便水分做横向运输 水分上升的原动力有三个 有业部的增扇作用 还有导管的毛细管作用 还有根吸收水分和所产生根压 那其中是业部的增扇作用 这是最主要的原动力 那像这张图 特别表示 植物根部所吸收水分 能够继续往上运输 牵涉到三个运输原理 包括业部的增扇作用 还有呢 经导管的毛细管作用 还有根 所产生的根压 那因为水分上升的原理是以增扇作用最重要 所以这样的原理 引导水分不断的往上流动 所以我们称为增扇流 所以木质部 虽然都是死细胞构成的 但是它可以借着增扇流 引导水分不断的往上升 那植物的根 会吸收水分 然后产生根压 那这根压对于 草本植物的水分运输是蛮重要的 但是当白天的时候有增扇作用 可是夜晚呢就没有增扇了 那夜晚没有增扇作用 根所吸收水分呢 多余的水分就从夜边缘的排水孔溢出来 那这种作用就把它称为 异密作用 异密作用在草本植物 蛮常见的 而且是在夜晚 夜晚没有增扇作用的时候 多余的水分 就从夜的边缘的排水孔溢出来 那这称为异密作用 它是和根压有关 发生在夜晚没有增扇作用的时候 那再谈到养分的运输 那养分的运输 科学家 很早期就在研究养分到底是怎么运输的 曾经有个科学家做实验 把植物的精做环状剥皮 所以的环状剥皮就是把树皮整个剥掉 剥掉之后 过了几天就发现了 在这个环状剥皮上方的树皮有肿脏的情况 有肥肿 为什么 这个科学家就认为 树皮里面一定有运输养分的构造 当做环状剥皮之后 这些养分就无法向下运输 所以养分就堆积在 那个环剥的上方 造成环状剥皮上方有肥肿的 情况 所以他做实验的结论就是 树皮里面 一定有运输养分的构造 那在树皮里面到底是哪个构造运输养分 其实是韧皮部 韧皮部里面有两种细胞 包括腮管和半细胞 左边 左边是表面上的图 这是腮管的构造 为什么叫腮管呢 腮管你会发现他上方跟下方的细胞壁部分消失 那就会出现很多孔状的构造 那些孔状构造我们称为腮孔 腮孔 留下细胞壁称为腮板 那腮管本身是一个活细胞 但是同学仔细看 这个腮管它是没有核的活细胞 它保留了细胞质 但是没有细胞核 细胞核是退化的 那周围这个半细胞呢 你会发现他就是保留有细胞核 这个半细胞的功能在协助运输 让养分可以进入到腮管 然后在腮管里面养分就可以不断的往下运输 那腮管为什么细胞核退化 就是为了方便养分运输 但是科学家也发现 在这个腮管周围有些小的孔 这叫側腮孔 側腮孔就可以让养分做横向的运输 那我们刚刚有提过 在木质部 木质部的导管运输水分 它的原理是 借着增扇流的原理 借着增扇最后引导水分不断的往上升 可是韧皮部呢 韧皮部的腮管如果要运送养分的时候 它是遵照压力流的原理 那为什么这有压力流的原理来运输养分 比如说上面这个细胞是代表 蔗糖供应的细胞 也就是比如说像叶肉细胞 叶肉细胞会制造 行光合作制造糖分 那糖分会转变成蔗糖 那这蔗糖呢 就会先藉由主动运输的方式 运输到腮管 所以造成 这个部位的腮管 它的糖分浓度高 糖分浓度很高 渗透也很大 所以水分就不断的渗透进来 当水分不断渗透进来之后 造成这个 蔗糖供应细胞 这个部位的腮管 它的水压会很大 压力很大就压迫着 腮管里面的细胞质流动 然后往下流动 流动到 像下方 这些是腮管消耗或储存的细胞 它的糖分比较少 所以压力流会压着糖分往下运输 往下运输之后 再借着主动运输的方式 把蔗糖运输到这些细胞里面 这样的运输原理我们称为压力流 因为压力的差异 引导糖分 向下运输 所以腮管是借着压力流原理 来运输糖分 而且主要是运输浙糖的方式 这边提醒同学 浙糖要进入腮管 或者浙糖离开腮管是主动运输 但是 浙糖在腮管里面运输的时候 它是遵循压力流的原理 来进行运输的 所以所谓的压力流就是 在夜部的腮管它的渗透比较高 原因是因为夜部呢 会进行光合之后制造糖分 在糖分经由主动运输 渗到腮管里面的时候 夜部的腮管它的渗透是比较高的 所以水分就不断的渗透到腮管里面 造成腮管的 压力更大了 所以就压迫着这糖 往下运输 所以这个腮管 它借着 压力流来运输糖分 特别称为压力流 那根呢 跟它虽然 储存糖分 但是它糖分比不上夜部 所以它的 测糖浓度低 渗透还比较低 所以压力流原理就是让糖分从渗透压高的地方 往渗透压的地方自然来流动 那这过程是不用耗能 但是它是因为压力差异所造成 所以称为压力流 那实际上 刃皮部的运输 未必是往下运输 它是运输是双向的 为什么说双向 就是养分要运输到需要的部位 那平常的时候 叶片会行光合作用 制造很多糖分 那这糖分就会向下运送 送到根和金来储存 但是如果一个植物 它要开花 或者要发芽 或要结果实的时候 也需要大量的养分 那这时候根和金所储存的养分 就会变成向上运输 所以刃皮部运输原理是双向运输 平常的时候 养分是向下运输 那如果今天要开花 或者发芽或结果实 养分变成向上运输 所以刃皮部运输原理是双向运输 那科学家怎么知道腮管里面运输的养分是这糖 其实是来自一个重要动物叫牙虫 牙虫有细长的口气 它可以直接刺穿植物体 把口气直接刺穿到 韧皮部的腮管里面 来吸收养分 可是呢 因为腮管里面压力蛮大的 所以有部分的液体 就会 通过牙虫的口气 通过牙虫的下滑道 最后呢 甚至从肛门溢出来 这就形成了牙虫的秘露 所以科学家分明这个牙虫秘露 就发现里面 主要的有机物成分就是这糖为主 所以科学家就断定了 在腮管里面 运输的养分 是以这糖为主要的方式 我们看题目 植物体内水分在运输时可以通过哪些 部位啊 植物体内水分运输 可不可以通过原生植丝 当然可以 从一个细胞 像根 根的皮层里面 有没有通过细胞膜当然有 但是有没有通过卡丝带 是没有的 卡丝带有防水的构造 所以水分绝对不能通过 那水分当然有通过导管 因为木植部的导管在运输水分 那水分当然也可以通过细胞间隙 所以这里答案是 A B 注意 特别注意 卡丝带 卡丝带 并不能 它是不透水的构造 所以水分不会通过卡丝带 我们看下一题 它有关植物吸收跟运输水分 植物根部的渗透压 大于周围土壤渗透压 那水分就会从周围的土壤 往根部的方向来移动 这是对的 所以根在吸水的时候 吸收水分基本上是来自于渗透作用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根部的渗透压比较大 因为根先借着主动运输的方式 先吸收了离子 所以渗透压大 那土壤中的渗透压比较小 所以土壤中的水分就会渗透到根部 B 它根毛是多细胞构造 可以增加根部吸收水分表面积吗 这错了啦 根毛是单细胞构造 并不是多细胞 所以B不对 C 被子植物体内水分主要是透过导管来运输 这是对的 在被子植物里面具有导管 借由导管来运输水分 那如果是罗子植物呢 罗子植物就具有甲导管来运输水分 那初选项 增扇作用是植物体内水分上升 重要因素 这是对的 那1 植物体内的水分主要是 是经由气孔散事于空气中 这也对 那气孔打开的时候会增上水分 所以这题当然是A系组1 我们看下一题 那有关于植物体的运输作用何者正确 A 木植部是由导管和塞管出生吗 错了啦 塞管是属于韧皮部的运输构造 那木植部是由导管和甲导管所构成 B 木植部运输水分的过程中 导管和导管之间 是各自独立彼此互相不连通吗 错了啦 导管跟导管 上下是串接在一起的 他并不是各自独立的 导管和导管互相连接 连接成长管状 细长管状来运输水分 而且呢 导管导管之间也有 那个 壁孔 壁孔可以做横向联系 所以并不是各自独立 C 它说经木植部的出送就是毛细线下 这是对的 金木植部导管 导管是死细胞 但是呢导管很细 所以可以借着毛细管作用 让水分不断的往上升 初选项 它在没有增扇作用时 根部所吸收水分仍然可以靠 根压来运送到叶部吗 这是有可能的哦 对草本植物来讲是有可能的 在没有增扇作用的时候 根压 可以把部分的水分 送到叶部 多余的水分就从叶边缘的排水孔溢出 就形成了运移作用 那一 刃皮部的输送作用不受 增扇作用所控制 这对 好 因为只有 导管的 导管的输送作用才会受增扇作用影响 这木植部 运输水分 称为增扇流 那如果是刃皮部的运输呢 刃皮部运输是因为压力差异所造成的 所以应该是压力流 而不是增扇流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有点赞扇流